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聊天节目 今天的话题真是五花八门 从中美政治到波兰肌肉 还有空间站和航天员的冒险故事 首先呢 我们开始聊到了一些 关于人与人之间的交情和历史 然后马上转到了 让人有些惊悚的网红案件 这个转折真是让人措手不及啊 接着 我们讨论了很多 关于中美之间的政治和经济话题 这些内容真的是深度满满啊 从国际合作到科技进步 甚至还聊到了犹太民族的历史和现代情况 这些话题真的是让人脑洞大开 有点像是坐在时光机里环游世界的感觉 最后 我们谈到了航天科技 从中国的嫦娥六号到美国的航天飞船 还有一些很有趣的政治话题和社会现象 真是不聊不知道 一聊吓一跳 总之 今天的节目内容丰富多彩 真是让人意犹未尽啊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更多精彩话题等着你 程大厨说 哪里想了 现在看到我就腻 回答还要收费 明显现实主义啊 这是你说的呀 我意思是一报个表 劳比尔出来了 表下话现身说 你有什么本领让我腻 是吧 阿家为龙说 做人留一线 以后好相见 当时国共内战的时候 很多时候都在讲交情 美国就是没把话说死 尤玛说 实际上中文版和英文版 在法律上的地位是这样的 并且两个版本都有双方官员的签字 双方官员也都看过公报内容 理应遵守公报内容 不存在一报个表 程大厨 说 还是激将法管用啊 阿家为龙说 欢迎老比尔 Blush 比尔下话现身说 别 你们接着聊 我得午睡了 晚上要看英格兰 要不是看见大厨欠招 就不出来扫你们的心了 NH下话现K说 危机有什么用 整天假大空 一点不着地 拖鞋至少是走在地上 纳兰 说 内地拥有大量粉丝的性感女Coser同岛爱 经传遭其150公斤重的男友残杀 甚至被肢解 运至浙江山区弃尸 湖州市到厂乡政府工作人员及公安局 分别向内媒证实 当地却有凶案发生 死者是上海一名网红 NH下话现K说 你不是挺崇拜方舟子的吗 难道是变着法子夸我 恨别人与别人恨 哪一个更不堪 Fox说 劳比尔其实是理想主义 程大厨说 亨廷顿也是理想主义 Bill下话现成说 为什么 你的理由又是什么 程大厨说 要收费的 Fox说 但是您慢慢地 能理解各国的实际情况的真无奈 一难评 Bill下话现成说 Fox说 这个理解过程 不完全在六度产生 NH下话现K说 我的确是智商过滤器 和你一说话就能把你过滤掉 Simon说 其实在十九世纪末 欧洲一度出现过一股思潮 即犹太人作为一个民族 在那时已经变成了各位命题 这话现在听起来近乎反动 可在当时是反映现实的 极大多数犹太人的民族认同 已经是所在国 在奥匈帝国的广大疆域内 这一点表现得尤其明显 现代民族运动测源地 这些认同所在国的犹太人 仅仅是信仰上跟其他国民有差异 在生活习惯 社会交往上已经完全同化 当时甚至有基督教徒提议 在弥撒结尾祈祷时删去 顺便也为犹太人祈祷 这样歧视性的句子 NH下话现K说 他是糊涂主义 Yuma说确实有点崇拜 你除了跟方舟子一样招人恨以外 其他一无是处 没什么值得夸奖的 Fook说 NH下话现K说 谁吃饱了撑着去恨别人 你恨别人除了自己憋屈 能伤得着那个你恨的人吗 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 Yuma说 你最懂 啥都懂 NH下话现K说 不会像你们一样傻 Fook说 成了 减速散打开了再 程大厨说 众所周知 犹太民族本身就是犹太复国主义者 制造出来的一个想象共同体 在很长一个历史阶段中 只有不同民族的犹太教徒 他们说着不同语言 拥有不同的生产方式 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成长 甚至信奉的犹太教教义差别都非常大 并不存在什么犹太民族 Simon 说 这样说最好有证据 程大厨说 那是反贼群里有和他断交的V Simon 说 总统府跟国防部是意见不一致还是唱双簧 程大厨说 说他本来是大使馆给钱 后来以色列一个基金每年给他几十万美刀 让他找大陆学者去特拉维夫写一些美化以色列的文章和书 否则我咋敢张口就来 当然你也可以当那个人胡说 但看过他赚那些穿粉造谣的东西 我觉得吧 学者也是人 NH 下话线K 说 听人说能作为证据吗 我还听人说你偷过钱呢 一点法律常识也没有 Simon 说 个人觉得这种含有指控性质的话要特别慎重 NH 下话线K 说 网上有多少人指明道姓说 这个那个是特务 都是证据 Simon 说 你跟玛雅姐说的 我基本都同意 除了这开头的四个字 程大厨 说 人家陈述事实吧 真有学者被他叫去以色列做事 也不是查证不了的事 反正我觉得那大V的人品一贯可以的 可以让老何求证一下 Sweat 下话线Smile Simon 说 只刚比样子又来了 程大厨 说 我那段是刘阿姨写的 Joy 福说 哦 这个我倒无所谓 觉得挺有意思 站在菲律宾的立场上 如果在这一处中能捞到好处 也无所谓了 NH 下话线K 说 这个是不是骂人的上海话 下次我借来用用 喜极而弃 Yuma 说 尤其是看完方舟子创办的新语司网站 我对方舟子崇拜地简直无体投地 Simon 说 一开始听到那个总统府秘书长的言论 我还疑惑了下 我还疑惑了下 怎么姿态这样的 Yuma 说 无知的人是不会懂的 Simon 说 我猜得差不多 本来还想说 众所周知 是我儿子的口头禅的 是要好的人之间的损化 NH 下话线K 说 HTTPS M YouTube.com Watch V等于4K1VKDM 被骂的人开心罚 喜极而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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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说 中国嫦娥六号太空船猪肉 这是第一艘从月球背面 发挥地球的太空船 甜点 说 我在看直播呢 直升机队到了 地面车队稍等就到 完美收工 Fox说 喜极而弃 菲律宾的外交性格 跃然直上 讲真 真是快 就这一点上是福的 比亚迪借此做了一次广告 Simon 说 您这入戏也太深了 又不是嫦娥来头 Yuma 说 还不是因为美国拒绝启动 中非共同防御条约吗 人心向善说 嫦娥六号探月工程刚刚宣布取得成功 Fox说 如果拒绝的话 就应该和中方谈合作了 应该是美国方面给了一些压力和好处 报道的是说 美军准备在那边部署2000人的滨海战斗队 NH下话线K说 我看新语司的时候 你可能还穿着开裆裤呢 学术打假 方舟子无疑是第一人 科普 方也是第一人 崔永元就是胡搅蛮缠 我个人希望方能集中精力 在学术打假上 至于说他的人品 我的容忍度是比较大的 谁没点毛病 人活着 靠作品说话 甜点说 比看一些吵闹无聊的好很多 也就是好玩吧 现在各种技术应该很成熟了 还有上次说空间技术 还差美国很多 有点意外 叶青说 你后面要不要再关心一下 两位波音行天元 怎么回来的问题呀 思考的脸 甜点说 关心啊 也担心 相信美国有能力的 还有担心网约车伙伴们 啥时候失业 我有个至亲呢 萝卜快跑在武汉 5月15日投了1000辆 每辆 每天平均20单 一个月就干了60万单 跑10公里 大概要7块钱 它还有利润 电车跑网约车成本得两毛 公里 加上保险保养和人员成本 乘客打车10公里再便宜 也得20块 这个月 直接把网约车和出租车 干猛了 叶青 说估计波音飞船不敢坐了 后面为二的选择 要么是商业死敌马斯克的飞船 要么是政治死敌俄罗斯的飞船 好纠结呀 喜极而泣 用门说 如果让方舟子知道 你这种人看过他创办的网站 估计他会觉得很丢脸 甜点 说 化敌为友的好机会 叶青 说 两个都冷如煎冰 不太容易化呀 Simon 说 萝卜快跑在武汉 也只是在限制区域运作吧 甜点 说 今天看到的 上次六度说了 百分之度头一千辆 Fox 说 我推算 既然发射前就知道有漏气 回程有一定风险 应该这次带上去的生活物资 也有补给 原来空间站还有存货 所以 时间倒不是那么紧 应该能等到下一次发射 可能担心的 就是扩大呗 纳兰 说 所有司机都会失业 早晚的事 叶青 说 货 那不得几年以后啦 Fox 说 也不是啊 现在空间的人总要回来 回来的时候挤一挤 这就是算数题了 另外 空间站还有其他的仓位呢 这么大 叶青 说 哪得先减重 绝食三十天 甜点 说 存货不是问题吧 不够中国空间站 可以释放个小卫星带足粮食 他俩出仓 勾住就好 呲牙咧嘴的笑 叶青 说 中国货万万不能用 有国家安全问题 Fox 说 技术上我不懂啊 但违反那个沃尔夫 这也算拆散全球化的一个结果吧 总有办法 叶青 说 万一饼干里藏了窃听器咋办 Fox 说 首先应该是考虑的是 是不是吃得惯 不管如何 可以先问问卢比奥 有什么解决方案 不过说一句呀 明知道有漏气 而且没有解决 还把航天员送上去 这种作风 以前也只有在土共朝鲜俄罗斯身上体现 叶青 说 大无畏的革命主义精神 Fox 说 不知那俩航天员了不了解 如果不了解 可以走司法程序 如果了解 我要点个赞 当代普罗米修斯 王静喜频频点头 叶青 说 人家在出发前都写了遗书的 还跟家人告别了 都是志愿的 签了字 Fox 说 牛X 应了50岁以上的线上 反贼指点 果然是低人权优势 等等 话说是不是以前的 都有这个签字 还是说 他们知道有漏气风险以后 格外另签一份生死状 程大厨 说 86年的挑战者号 不也是 还爆炸了 死了七个 Fox 说 我觉得这会儿 想点好了吧 86年那次是明知漏气嘛 我有点忘了 只记得两次出事 对 有一次回程 Anyway 还是希望能找到 比较好的解决办法 改进一下以后 发射的确切性 标下话献衬说 回程坠毁的是 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 和挑战者号一样 都是人类 太空探索的劫难 美国人的这一步至关重要 是令人肃然起敬的 伟大事件 保重 说 那时候的问题 主要是隔热瓦 重复使用的脱落问题 那么大的航天飞机 重新检测 隔热瓦年纪的可靠性 差不多改上重造一架了 于是航天飞机被掏弃 纳兰 说 老米说 普京会扔战术核弹 老美会怎么应对 Viu下话线称说 HTTPS U2BJJEMCOOC-C9UI SI等于R60HQDJW7NFRCMJ 有机会去到佛罗里达的朋友 一定要去卡纳维拉尔角的 肯尼迪航天中心 看一眼幸存的亚特兰 Timber Wang说 有键盘侠吗 Fox说 国家自然科学奖 国家技术发明奖 和国家科技进步奖三大奖 通用项目中 45岁以下 完成人占比40%左右 国家自然科学奖中 45岁以下 完成人超过一半 BMW说 果然 今天就吃上波兰鸡了 吃得心满意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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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说 有趣的比喻 呲牙咧嘴的笑大喜国王 Goodentalk0000说 中国总理李强说 中国政府正借鉴 中医中的 雇本培员理念 精准调理经济 改善中国经济的基础 为食膜 我突然想笑 洗吉尔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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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说 笑得在地板上 打滚洗吉尔气 大喜国王 很有趣 呲牙咧嘴的笑 程大厨 说 HTTPS YouTube BPQE2 A0 QNMS SI 等于 FCUF2 QMUFK2 SB8S Goodentalk0000说 他的意思是 中国经济实际上 是外强中大 这不是高级黑吗 呲牙咧嘴的笑 Yuma说 王德峰是个大忽悠 程大厨 说 忽悠啥了 Yuma知道赵士林老师吗 Yuma说 晓得 此人比较靠谱 程大厨 说 听他说的喽 他天天骂王德峰 Yuma说 对头 程大厨 说 赵老师在微信公知群里很搞笑 经常和人对骂后退群 再被拉进来 Yuma说 赵士林讲的国学不错 程大厨 说 赵老师从穿粉变成穿黑 不容易 现在天天骂普京 要上绞刑架 他徒弟在微信群里 以理则后徒孙自居 但认知能力也挺差 Yuma说 以前看赵士林的推文 他经常爆粗口 而且是那种狠污的粗口 我就把他拉黑了 后来在抖音上听他讲国学 感觉讲得不错 又给解除拉黑了 Fox说 FBO下滑线 Chan沙特国防大臣 哈利德 本萨勒曼 阿尔萨乌德 一地北京 进行正式访问 将讨论两国军事领域合作 以下前期的准备过程 http 3w.mole.gov.cngfbw qwfb16316762.html 中阿高级军官 研讨班 旨在共同探讨 深化双边安全合作的途径方法 落实中阿合作论坛成果 推动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 从6月18号 一直开到7月2号 程大厨 说 别听他讲政治就是了 Yuma说 是 他发的推文 跟他讲国学 简直判若两人 他发的推文 跟他讲国学 简直判若两人 Bel下话现成说 很有进展是吧 包括昨天你分享的 长长的报告 那是美国人写的 ccp的现实主义策略 是不是很有针对性 中国和这些主导地区发展的新兴经济体 不谈理想谈发展的核心内容 经济和工业化进程 很实在 美国人比较愿意和人家谈价值观 谈人的价值 谈来谈去比较虚 现在自己也认识到了 纳兰说 国学讲得完人 讲明白没完明白 关键也确实是社会认知力不行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聊天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A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